關於台南市周圍全國首例的喉鬥個案 這是為二十多歲的男性 長期在海外讀書 在本月十六號回到台南 在二十號的時候 身體出現發燒、喉嚨痛 全身有紅疹、皮巴結腫大的一個情形 在二十三號通報一次個案 並且我們安排入住不押隔離病房去治療 在今天確診 我們昨天有把那個喉鬥列為第二類的法庭傳染病 那國內是不是也要啟動所謂採購天花疫苗 還有抗病毒藥物的計畫 這個疫苗世界衛生組織不建議大量的這樣子來接種 關於台南市周圍全國首例的喉鬥個案 這是為二十多歲的男性 長期在海外讀書 在本月十六號回到台南 然後做居家檢疫 在二十號的時候 身體出現發燒、喉嚨痛 全身有紅疹、皮巴結腫大的一個情形 所以到二十一號就到我們的一個診所去就醫 那二十二號因為症狀沒有改善 再度到醫院去求診並且裁檢 在二十三號通報一次個案 並且我們安排入住不押隔離病房去治療 在今天確診 那相關的一個接觸者我們會做為期二十一天的健康監測 要注意有沒有發燒 全身體發現紅疹 並且有一些淋巴結腫大的情形發生 那另外這個喉鬥本身除了是個人畜共通的疾病之外 病毒經過人與人密切接觸的殘酷風險比較高 所以這個個案我們會密切注意 相關的一個疫情的發展 我們昨天有把那個喉鬥列為第二類的法庭傳染病 那國內是不是也要啟動所謂採購天花疫苗 還有抗病毒藥物的計畫 那預計國人的話最快什麼時候可能可以打到這個疫苗嗎 那哪些族群應該要優先來施打 這個疫苗世界衛生組織不建議大量的這樣子來接種 不建議 那當然是他一般而言的接種的對象的話 是指說他在臨床上來照顧這些的病的病人 那或者是在實驗室工作的這些人 那要不就是跟這些的病人 有很密切 短時間之內 有密切接觸的這些的人 所以說他使用的這些的對象其實是蠻有限的 那另外呢 我們也現在來跟這些的疫苗公司 在接洽當中 那目前大家 大家還在商談裡面的這些的供應的 這些的問題當中 那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會跟大家來主動報告